520蔡英文即将上任 曾经也以女性之资进入总统府的前副总统吕秀莲 今天接受了欢迎新闻的独家转访 不只大谈全球女权崛起 吕秀莲还认为 She Century的时代已经到来 精彩的专访内容带您先煮为快 爱台湾 爱台湾 要民族 要民族 反飞战 前副总统吕秀莲接受欢迎新闻独家专访 谈到520新政府新总统将上任 过去她以副总统之资进入总统府后 接着蔡英文将以总统身份就任 女权崛起 从全球国家领导人来看 早就有脉络可循 地球打开 三大区块 那同时还有20个国家 包括台湾 是有女性领导 所以我开始创造一个名字 叫做21世纪是She Century 是女人的世纪 象征女历时代正式来临 正也因为如此 反观民进党失落8年后 因为女性领导得以再次奋起 终在1月16号大选当天赢得胜选 改写了台湾历史 1月16号民进党胜选的那一天 那您也站在台上 那对比16年前您的心情是什么 Mission possible跟Mission impossible 还是差很大 我在台上我看到虽然群众很热情 可是比起2000年那种狂欢 那种长期压抑的释放 还是很不一样 站上舞台同样胜选情景 但却已是16年后的悟患心仪 李秀莲看着台下群众激昂 一方面予有荣烟 另一方面则是对后辈创造的新世代 认为应该要有更多谦卑 不能过度强调年轻化 然后你就把老人家 好像当作已经不落用 这样是很残忍的 也很不公平 所以尤其这个经营的传承 经营是无价之宝的 所以我还是觉得 2300万人里面有不同年龄层 所以我觉得公职人员里面 也应该要老中青三代都有 李秀莲先热后退而不休 始终致力外交关系 那蔡英文上热后的 第一道外交课题 巴拿马之行到底该不该去 为什么不去 当然要去 可是去的话要注意 那里面充满很多很多的陷阱 因为中国在巴拿马 已经投资非常的多 他不应该邀请非邦交国 那可是还两个同时的话 我的感觉啊 但是没有证据 应该是美国希望促成这样的 巴拿马难题 吕秀莲认为 蔡英文不必想就该接招 简单来说迎战 然后想办法解决 另外包括涉扁议题 台湾的外交困境 以及怎么看待再度执政等 更多吕秀莲专访内容 请锁定管宇新闻频道 管宇新闻林志鹏 陈明彦 谭英伦 王长如 台北采访报道